嗨,欢迎收看这个语言加油 中国叫马洪志明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今天是介绍一个日本语叫 莫朽 莫朽 这个莫朽是在日本的天气预报 可能夏天经常听到 就是特别热的一个样子 但是这个类似的说法 其实有,你们知道吗 我可以介绍四种 一个是刚才说的莫朽 第二个是国朽 第三种是激烧 最后是烟烧 猫朽 国朽 激烧 好,那这个是 区别是在哪里 对吧 其实 都差不多 所以 其实只有莫朽技术也可以 一般是先介绍一下 莫朽 莫朽是一般是 就是其中 就是平时的最高气温 35度以上的时候 可以说莫朽 所以有的人说 莫朽比 莫朽比 嗯,一个天气预报的用语了 已经 莫朽比 莫朽比 嗯,所以35度以上 就叫莫朽 嗯,其实以前是日本也是不会 特别不会容易35度以上的一个例子 但是嘛 现在地球温暖化 城市化那样来 最高的温度容易超过35度 所以莫朽比 就可以了 能出现了 然后 莫朽 莫朽 莫朽是非常的严厉的 特别热 嗯,但是其实 嗯,经常不太使用 嗯,一般是在写信里 可能有一个 呃,就是出现 嗯,但是一般不太出现 一般都是用莫朽比 嗯,然后 激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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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激 所以非常激烈的 但是这个也不经常使用 就感觉特别热 嗯,但是也跟莫朽来代替的 然后 恩朽 恩朽 但恩朽是稍微不一样 虽然写的是恩 但是 可能 怎么说呢 真夏天 真的夏天的 特别严肃的一个夏天 就是 熟 嗯,特别热的那个样子 恩 所以 其实 可以说 全部热 全部热 嗯,但是 嗯,基本上都 记住 只有记住莫朽就差不多了 嗯,其他的都是 呃,知道就OK了 但是一般不怎么使用 只有莫朽就OK了 好,那么今天差不多就到这了 皆さんお疲れ様でした